HIT FM联播网 北部FM107.7 台北之音广播电台 中部FM91.5 中台湾广播电台 南部FM90.1 高频广播电台 伊兰FM97.1 中山广播电台 花莲台东FM107.7 东台湾广播电台 HIT FM 好的 十点钟回来 现在坐在我面前的 有 同行相继 欢迎收听同行相继 我是葛大卫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然后还有苏卫伦 Hi 今天他们两个来 然后其实是 其实是要 今天要好好聊一下 就是第十六章的面面专辑 对 然后葛大 葛大你今天来干嘛 培克 侍奉两位女神 没有他要好好地讲一下 他为什么要写那个歌词 哦 好哦 不然我们就先把这一题丢给他 哪一首歌词 气温37度的遐想啊 然后应该是这一首 不然呢 我们俩合唱不是就这一首 因为那时候老板有下一个题目啦 就是希望讲一些 女神的遐想 对啊 然后有一点 夏天的那一种 闷热的气氛 对啊 然后那时候 所以其实是女老板的沙想 是女老板 女强人老板 爱姐的沙想 然后那时候又看了一些日剧嘛 其实有一些日本的 就是 少妇人妻的这种画面 对 所以就把它写成 可是其实是真的啊 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 有在追剧的那种 可能是祖父 或者是妈妈 或者甚至有的只是 少女 就他们追剧 追到 不行 对 真的 然后就是真的 那个剧里面的那男主角 好像就是已经是他的老公了 老公 对 真的很多这样子 因为我自己没有追剧 所以我其实会对那个剧里面 男主角到底 可以跟我在现实生活发现什么事 没有太多的想法 所以你找了两个 没有在追剧 完全没有瞎想 然后再造这个 没关系 别人对你没有瞎想也可以 我觉得这个歌就是没有分 年纪性别 或什么 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个 自己角色以外的想象 但我要问你 你真的没有吗 我有 你没有 婚后 比如说看到 某一个男生 不用说是谁 然后会有 崩咚 心跳一下 就是如果 在我结婚之前 我都觉得那个谁 那个Top很不错 Top 就是那个Big Band里面 那个声音很低的那个男生 因为我以前对他 都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我有一次看他演戏 就想 天啊 这个男生也太低了吧 然后就对于声音很低的男生 就是很有 特别有 好感 然后就很喜欢他 你很乖 你 人家是我有看他演戏 然后我就突然觉得 我是个男的 好帅哦 这样这样 然后追剧 追剧也都是很 也是很以前的事情 然后你说婚后的话 这一题 我今天下午在看一个 一个Jazz的Band 然后里面有个小提 拉小提琴的人 就 我说 哦 怎么那么帅 然后因为我是在放歌 给我讲 忽然我 开始很想聊这个话 然后我就 我就说 哦 这人怎么说 然后我想说 是我觉得帅而已吗 然后我还问 叫我的保姆看 我说 哎 你看一下 他是不是很帅 然后我的保姆就说 哎 好像真的很帅 然后我的儿子 就是也在一起在看 他也说好帅 他没有说好帅 因为他还不会讲好帅 然后后来我就这样 马上就把我的IG打开 然后就去找那个团的那个IG 然后完了 又没有找不到那个男的 你知道什么 拉弦乐 小提琴的 好好是哦 然后就 哦 好帅哦 我是对弹吉他的 比较没有招架的 也是弦乐 对 你不觉得弹吉他 男生很帅吗 但当然他那个姿势还是要摆得好看 对对对对 吉他哦 那贝斯不行吗 也是可以 但是贝斯通常没有办法那么激动 你不觉得吗 他必须要在 我下次介绍一个激动的贝斯手 谁 纯洁啊 我有认识一个弹吉他弹贝斯 其实弹的 可以弹得很激动的 对对对对 哦 嗯 好 所以你不论长相 只要他弹吉他弹得很好 也不是 也不是 就是还是要有一点点姿色 一点点 但是你知道那个姿色 每个人因人而异耶 就是有的人可能要什么单眼皮 有的要双眼皮 有的要嘴唇厚 有的要连窄什么之类的 对啊 还是手指漂亮 之类的 嗯 我记得我有以前 我想一下 嗯 我以前有一个男朋友 嗯 就是什么 手指漂亮 就是吉他 对手指头很漂亮 就是很会弹吉他 好像也没有很会 好但会 然后就觉得 嗯 就会加分 嗯 就如果吵架吵一吵 然后他拿乐器在你面前 好啦好啦 有可能 我是喜欢男生 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很专注的时候 很专注 就可能他正在弹吉他 或者是他正在做 另外 比如说修车 就是很专注的时候 就会觉得 好有魅力 嗯 我现在在专注 你很难猜 我现在在专注 看着你们两个 你很专注 专注看着我们两个 在那边狭小 狭小 我觉得 你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多的富人 嗯 就是会掉进剧里面 嗯 还是说他们生活里面其实是需要一点补偿的 有可能吧 嗯 就是别人的老公都是最好的啊 所以他们看了 譬如说看韩剧之后 然后可能老公回来之后会对老公好一点 因为有一点补偿 可能更坏吧 因为因为因为 你做不到 对对对 就是用那个去要求 不晓得 嗯 这样好不太好 呵呵呵呵 不要比较啦 可是我觉得剧跟歌都是 嗯 有点不切实际的 所以你听完以后 你看完以后你才要回到现实去 好好过生活 我觉得音乐跟戏剧 对我们来讲的功能都是所以 就是让你暂时 逃到一个 你觉得很 对你来说可能是美好的地方 暂时逃领一下 然后就得到了 补偿然后再回到现实 生活好好的 面对一切 我觉得一定是非常有用的 对啊 像我就是看所有的东西都会非常入迷的那种 而且就是对我来讲 后劲会很强 我可能就说我看了一个电影喜欢他 然后我就会喜欢这个人超久 只是因为他演了那个戏 然后或者是谁唱了哪一首歌 然后就被这首歌给洗脑 然后我就会 就是从此爱他 我想有很多喜欢 喜欢惠伦的歌名 应该也是这样吧 你看已经发到第16章会不会转得太硬 虽然我刚刚眼睛有睁大了一下 这样子转喔 对 转转的超转的 对啊 没有因为我突然想你看已经到16章了 你有太多太多的 太多的歌 然后陪着大家一起 然后在一个 逃离一个地方 因为那天我们记者会 然后你超好笑 你们就吓我哭对不对 我就偏不哭 因为我看不到你 我在那个侧台 然后突然下一秒 哭了 为什么 我在那边跟陈俊豪说他不会哭啦 然后我右边爱姐就是 那个老板已经哭成就是 然后下一秒他就哭了 他怎么会哭啊 因为他在说他不会哭之前 我看我都想哭了 然后他就说他不会哭 他应该是真的不会哭吧 然后结果谁说哭了 不觉得那段很催泪吗 对啊 然后大家都好认真拿着 我就已经看穿了就是弄那一段就是想要有哭点嘛 所以我就是抱着我才不要哭这样的心情 那你那天后来为什么就突然 我不知道 就不小心 还是娇哥那时候讲什么吗 有类似的就是那种你哭没关系之类的 这种催化的话 我记得 还是他是说看完什么影片 有没有什么感想 他就说歌迷都老啦 之类的 我有点不记得 他一定是有 他有讲一个什么 讲什么去催化这个东西 因为我也没有听到 因为我只是觉得你 哇好帅哦 我才不会哭 然后我就一直在那个那句 不会哭的帅气里头 讲到突然你哭了 然后我又看不到 他走了 还好他没有 还好他哭很快 不然我就跟陈君豪那个下毒柱了 你猜会不会哭 会不会哭 后来就哭了 对啊 其实就是刚刚讲 你刚刚说追剧 然后听歌 就是这样 所以 其实在 在这张专辑还没有发行之前 你有唱了那个 我们快乐向前走的 就是傻傻 对 是他以前的 那个 一首歌 然后歌名也是我们快乐向前走 可是他唱很多英文 然后 就是 就是 请他再把那个英文词改成中文 那当然也是符合我那个时候 已经是一个妈妈的这样的身份 然后把它改编成中文词 那时候你发行那个时候想说 哦 可能快了哦 可能快了 心转结果 为什么大家都这样 然后还要等 然后结果才也等了这么久 就中间又去好好生活啦 所以你再累积多一点的感觉 所以你在生活里面就是好 你刚刚说当妈妈 因为我现在也是一个妈妈 我觉得当妈妈 超级没有自己的时间耶 对啊 我觉得 比如说我要写创作什么 我觉得超级困难的 对我来讲 它是变成会 会是一种双重的 压力 这样子 而且你不觉得那个身份 要转换 转换的时候很 就是真的要花一点时间 对不对 对啊 然后所以 你刚刚说那个好好生活 所以你是 其实就真的好 我要先专心做好一件事情 然后其实心里面 还是有挂念的好好玩 妈妈也是一个歌手哦 这样 对啊 因为那个时候 因为小孩很小嘛 我觉得 我就是觉得说 在她这样的年纪 我觉得好像要 多一点给她 就是陪伴她的时间 那反正我的工作 反正也这么久了 那我觉得后面还有没有 会不会继续 我觉得就 看缘分 那她知道妈妈是一个歌手 她知道啊 她知道啊 那她会唱你的歌 给你听吗 那所以她这张专业 她最喜欢的是 没有 她这张专业 她只会唱那个 为你变成她第一句 多么美好的时光 一句 一句 她就 后面对她来说太难了啦 OK 她哪天就会唱遐想给你听了 我们的遐想很好学啊 字很多 那首歌字很多 好 因为我小孩很喜欢我们合唱的那一首 你说陆毅 已经会唱了吗 她不会唱 但是她听到那首歌 她就会一直 一直听 然后我们听完就说 就 她就会 还要 听 然后她 我们就要放很多次 可能小孩比较喜欢那种有节奏 有节奏的东西 所以这是有育儿的歌曲 好多功能 我们家的那只耳 是耳歌 对啊 但她可能不知道歌词里面 想大再知道就好了 对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我在 在配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跟慧伦是分开的 是已经先 我先录好了 然后后来我在去录的时候 葛大其实那天也有来 嗯 然后 然后我就说 我很喜欢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就是 有一些歌词 其实听了几次 哦 你就知道歌大概就是 那个样子 然后但这首歌到我听到现在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腻 我觉得她这首歌给了我一个 想象的空间 不是说那个遐想 所以我觉得她的那个编曲 我也好喜欢这个编曲 就是 然后再加上她那天跟我讲的一个画面 你要不要讲 你还记得你讲什么吗 不记得 就是我们两个是室友 对 哦 两个像住在一个小 两个小套就是日式套房的女生 然后可能你会偷听邻居在做什么 那你会自己去阳台晒衣服啊 种一些植物 然后你会在自己的塔塔米上面看的电视 或做自己的事 然后但是你会去想着 两个可能完全不同的性格的女生 但他们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想象 你可以拥有一个自己想象的空间是 超过那个小套房的狭窄的感觉 嗯 所以她说到一个重点就是阳台 阳台 所以阳台给你很多想象 因你说你这个歌是你比较少尝试的 曲风 对不对 应该就是我的歌里面没有的 因为我听你唱 我觉得你的声音好像有点不一样 对对对 你有特别 我跟你说那一天啊 我那天去唱歌的时候 好像就是我喉咙有点微痒 因为我在去的时候 我现在喉咙有点痒痒的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 好像Legacy的那个演唱会连唱两场 我刚唱完 刚结束 对 然后我就觉得我怎么喉咙痒痒的这样 然后我要去的时候 我还我记得我还在 在那个路途中还就是咳了一下 就真的好痒痒 就真的有在咳嗽 真的就是一点点咳嗽而已 不用紧张 然后我去的时候 我花了一些时间 然后在在试 因为我的声音 就是可能就是我记得我上唱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 嗯 却变跟你黏在一起了 然后就会分不出来 谁是谁 嗯 嗯 然后所以陈俊豪就 就是 陈俊豪是这首歌的制作人 所以他就有说 要我 就是要换一下 所以我其实是试了几个 不一样的感觉 哦 然后他才挑了这个 他觉得比较酷的 就会跟你的声音 比较有 嗯 怎么讲 就是听的 哦 这是慧伦 哦 这是娃娃 就比较分得出来 哪一个是哪一个 谁唱的 对对对对 哦所以你 你意思是说你本来唱是 声音跟我很像吗 就会黏住了 真的哦 就会比较轻 可是你声音很好听耶 我是不是也觉得 那跟阳台有什么关系 你刚刚应该是突然想到歌里面 然后我是说那个阳 画面 对 他就对配唱的时候他就跟我说阳台很重要 所以阳台就是 他其实是 就是你在家 可是他又是 其实是私密的空间 可是他跟外界又有一点点连结 所以我们两个就不小心 就是我在幻想 就是我们两个不小心走到 各自的阳台 然后可能听到隔壁 诶 可能在跟谁讲电话 或是跟谁吵架 虽然我们两个可能不认识 然后但是就是 哦 他在 嗯 OK 好啊 就可能也许我们两个会 互相影响彼此 所以我那个时候唱歌的时候 就是有这个画面进去 哦 哦 对 所以以后要 比较后面录 会比较好 画面比较多 画面比较多 他他啦 他就是 那你太早到了吧 你不是几个月前就 我们在录前面的歌的时候你就 那你在录那 我给你讲我真的是太好笑了 因为我 一定是要跟大家讲 好跟大家讲 就是惠伦在录新专辑的时候 我就是走错录音室 反正就是一个乌龙 有人跟我说要约在那个录音 陈俊豪的录音室 然后我几点钟 然后我就到了 到了时候我就很大方的走进去 嗨 哈喽 然后我就说嗨 然后我们两个就互相打完招呼 然后你就问我说你来干嘛 你怎么会来这边 没有没有没有我发现 我可能心里有小窃喜 还用歌词 小窃喜是 我跟娃娃不认识 可是她来探我的班 所以我是带着一丝期待说 你怎么会来这里 结果 结果好小姐姐话圈圈进广告 好我刚刚讲到 小窃喜的探班 但我不是要去探班 我只是走错地方 然后她说你为什么来 这样子 她说我来录音啊 这么巧我也在录音 然后就这样 完了 然后好像谁 好像那个谁 小芬姐还说 小芬姐还跑出来 就是一个很ㄎㄧㄤ的女生 我那天录的时候 小芬姐是那个Vocal之间 那天是真面目喔 我忘了小芬姐有两首 用了一天跟真面目 我忘了哪一首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我就 小芬姐还跑出来跟你打招呼 对 小芬姐是说 反正后来就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搞错地方 对不起 然后小芬姐就是说娃娃 或者说我跑错地方 一点也不意外 然后这样 所以我就在小芬姐的心中 就是一个很ㄎㄧㄤ的女生 还好她不是问你说 怎么没带吃人 欸 早知道就是去下面买一点 好啦好啦 但是但是就是因为这个 跑错录音室 然后就是 我们两个就终于 见面有打招呼 因为之前我们都是 有点隔空 对啊 因为就是那个 共同的那位朋友 很厉害的嘛 永远的里长 永远的里长 我那天还跟她讲 我说 欸 你太厉害了 你没有来到我记者会现场 但是你可以整个人串全场 对啊 她就 啊好棒喔 我永远在你身边 好可爱喔 我们再说的就是许如云 许如云啦 就是她 因为我们就是共同的朋友 就是许如云 对啊 对啊 然后就是之前会 哦 原来哦 那个惠伦就是秀秀的朋友 然后可能 可能你也觉得 哦我就是秀秀的朋友 对 对就是 就是这样 然后没有想到 我们两个就认识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 不会尴尬的感觉 对 就好像不认识 可是 好像又认识 就是 对啊就是有一种 嗯 没有距离的亲切感 好耶 好好喔 好对不对 对 然后所以就就这一次我可以跟 慧伦一起合唱 你都不知道我多开心 我才开心耶 怎么办 我们两个现在要互捧了 那你们继续互捧 你们要那个吗 阻止我们的意思 没有我能邀请到就是 我来唱 慧伦的歌会很开心 因为秀秀的关系 我那时候 很有秀秀的关系 你好会做人哦 全部的名字都要祈祷了 葛大威 好 我那时候就是 好像是剑琪 剑琪就说 娃娃那个有一首歌 然后要 就是要 要一起合唱 然后我就说 跟谁 然后就说跟慧伦 然后说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还确认了一下 你确认是姓苏的慧伦 后来我就听到歌超 好啊 好喜欢哦 嗯 然后就马上就答应 对 然后这个 曲是张正月写的吗 对 然后我那时候还想 好 好不张正月 可是又觉得应该就对 没有没有 如果你听他的demo的话 你会觉得很张正月 哦他就用吉他 呃没有他 其实他做demo有他的一个习惯 就是他也会大概的 有一个他的编曲的想法 嗯 可是因为那时候他 实在没有时间 就是自己来完成这首歌 哦 对 所以后来就是 就是让君豪接手 然后后来葛大维他们把词啊 什么填进去 然后他变成一首合唱曲 就变形了 对啊 也没有变得很多啦 我觉得 原本是比较 怎么样的歌 嗯 他也是有用一些比较电的东西 嗯 可是他原来的那个 嗯 节奏 可能再重一点 哦 对 如果有一天你们两个要现场上这个歌 你们背的起来各自 我背的起来 因为这好像是我写过最长的歌 我背不起来 我现在也想不起来 因为 嗯 是很多 好想讲喔 不能讲 好啦好啦 有他们说可以说了 好那我就说了 好 可以 因为那个 拍MV那天拍 时间拍很长 然后我们就一直 有在听这首歌 听了一整天 我觉得我如果要 背应该可以背的起来 真的哦 你看我就把这个画的很顺利的说出来 对 我们会有MV哦 哈哈 我自己写的我都记不起来 嗯 硬背就可以啦 真面目我会背 哦 但我觉得和声 对啊 我觉得主要是在和声 对 我们那和声 分布有一点复杂 对啊 所以 到底什么时候是你唱 什么时候是我唱 如果有现场表演的话 就要练 嗯 就要练一下 所以有现场表演吗 有是不是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太兴奋 你有一点太兴奋 现在没有啦 好 对啊 好各位 你是在告诉我说 如果有一天有现场 你要来对不对 对啊 可以啊 可以吗 就先约好 好哦 和约在我爸爸里 休息一下 我有点太快乐 看诗下的过世 在现实的诗下被刺润 暖化的我的心暖暖的 潮红的清过清澈 只剩善良门热 只剩我身体的壳 什么想象都不过分 只剩下铁身 只剩我眼神的真 什么谎言都该当真 只剩我是个女人 只剩余忘了虔诚 什么心组两性规则 专家研究不及我体温上神的真 跑着我迷人的方向 他骑着担着过来 留着我青春的幽默 带着眼睛看过来 哼着我的命 那他穿着白酒 却走过来 走过来 他不明白 你和我迷人的发生 他的汗水滴下来 跟着我青春的拥抱 他的胸膛看过来 跟着我的嘀喃 他的嘴 真实敢说出来 说出来 说出来 他爱就是爱 他爱 他爱爱 他不明白 他不明白 不明白 不明白 只剩余忘的前程 只剩余是个女人 你看我们给好大的篇幅 给气温37度的瞎想 因为真的很多人喜欢这首歌 很多人都需要瞎想吧 每个人都需要吧 那你的呢 你讲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完我们两个女生的 换你 歌词有写啊 你不要在那边给我讲 在那边 你这样好像训绕主任喔 你要快点讲一些男生的 大家要注意身体保持健康 每个人都要有瞎想 所以你也会吗 我会看剧啊看电影有时候就一直进入一个状态 你也是会看戏看到很入眠的那种人吗 会后劲很强的人 会但是我比较是 比如你刚刚讲说你看了一个剧 你就很爱那个人 但我比较是可能看了那个剧或是看了那个电影 我就把我自己想象成在那个空间里 想说如果我发生这件事情 或是如果我在那个平行世界的话会怎么样 所以你瞎想的对象是 我没有想象的对象 皮卡丘 烂喔 他不会告诉你的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会讲乖 我上次上他节目他就一直讲我 对啊 可不可以给一个类似 譬如说可能真的人物 你看我们刚刚都有讲了 刚刚惠伦讲说吉他手 然后我刚才说一个小提琴 然后声音很低的 那你不要乱讲说有什么声音很细的 很有态度的人 有个性的 比如说日剧我就很喜欢天海游戏 因为我觉得他很帅气 我觉得他有一点点那个帅气 对他是很有个性 我觉得惠伦对我来讲 有点像天海游戏 就是那个个性里面的 有一种倔强跟强音 对我 人家会问我说 为什么这首歌要找娃和唱 然后我想说除了声音上面会 应该蛮大之外 我想说我们个性里面都有一个 我是说小女孩 有一个好大一块的小女孩 然后但葛大就说我是小男孩 我不是小女孩 为什么 我觉得他比较 我常常看到歌迷会讲他很有音气 那个英雄的 他们都叫你老大 对啊 就是他有一个戏长 没有有很多歌迷都会称呼他们的 那个叫老大 我好像没有被叫过老大 娃老大 娃老大很酷 好啊 谢谢大家 从现在开始 从今以后大家请叫我娃老大 娃老大 怎么很酷那个 没有气势 娃老大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比如说出道的时候被戏化或被包装成 大家觉得是玉女仙女 但是我觉得他个性里面很硬 可是你看这次出来还是说九龄 首席怪朝语女 那不是我写的啊 我觉得他个性里面的那个倔强是跟外形 原来是你写的 不是我写的啊 他说不是 他说不是我写的啊 他快睡着了 有人快睡着了 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个性是让我觉得很 很刚毅的吧 就是说他是帅气的 所以比如说我写他歌词的时候 其实专辑里面的歌里面没有哀怨的 其实都是有一点自我对话 或者是你要离开就离开啊 比如说像你会想念我吗 就是一般去写那种想念的歌 或者写给比如说要写一个比较暖心的歌 好像都会讲说你要记得我啊 或什么 但是如果我觉得如果我是他的话 可能就会说如果你真的忘了我 那你就忘了我 因为你会去回到一个你的生活的正轨 去好好过生活的话 这样子也值得 哇你看多帅气 我觉得啦 这种我不知道他做不做得到 但是我想象中 你看像我的歌我就说 就是我会很 就是I miss you so much 就是我好想你哦 然后你知道吗的那种 但你会想念我吗 对啊 不会就酸了 两个不一样 就好像在说的事情好像是一样 但是那个态度不一样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他有一点那种倔强的感觉 我也很倔强啊 你是娃老大啊 我知道 娃老大 娃老大 好那那好吧 那我们可以 因为你刚刚已经讲到别的歌好了 其实这次还有 因为我要转啊 赶快转 其实这次还有跟别人合作 像其实很新的 像黄轩 对 然后其实那时候是在收歌的时候 因为那天记者会 你有说到口袋名单 对 好爱意良也有在这次的名单里面 对 然后像哈许 哈许 有安和嘛 黄建伟 黄建伟 对 然后 陈鲁山 对 陈鲁山 然后黄轩 对 黄轩是 其实我之前不知道 我也没有听过他的 Yellow 对 我没有听过他的音乐 是一个美妙的意外 对 就是我们的企划 就是在 电书上面有发现 有一天他忽然讲说 对就是他好像有po一个影片 就是他自己就是 弹那个吉他唱那个Lemon tree 然后他当然就是把他唱得很洋派 你知道吗 那个唱歌 对 然后他就说他是在他爸爸的车上 听到这首歌 然后 对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 诶 那要不要就走他 然后我就叫陈鲁豪去邀歌 对 邀一首歌 试试看 这样子 因为我其实也不确定 因为 后来想说他们东西会不会对我来说 没有那么适合 会不会太心潮 这样子 但是后来他就写了那个远行 这首歌 我觉得 好听哦 很好听 对 然后那个整个气氛 我觉得 就是那种松松的 对 薄荷精油的感觉 好会形容 讲个花精 因为我原先 我们在设定商专辑的时候 也没有想到可以收到这么 轻快又很好听的歌 其实也在想说要讲什么内容 但是一收到这个歌的时候 我也是马上就觉得 好像是专辑面也可以有一个这样子的气氛的东西 对 对啊 超棒的 所以那时候在收歌都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其实一路都非常的顺吗 我觉得相较起来算蛮顺的 嗯 还蛮顺的 我觉得蛮顺的 就收到的歌或邀歌 就是大家都很乐意把他们最好的作品给我们 嗯 那有遗珠吗 就是哎呀 竟然没有 就是没收录到哪一首 我觉得其实也很不错的歌 有有有 还是有的 但是 但 你知道就是 十首歌 对 而且 应该这样讲 我们那时候收来 很多很多歌 到那边收了超多歌 那有一些歌我们 听起来觉得 诶 那个旋律可能 你知道吗 做唱片 这旋律可能会重 嗯 然后有的歌就觉得嗯 好好听 可是在于我的考量是说 我的声音放进去会变成什么样 哦 所以我们几乎 应该算是每一首歌 对 我们都有先进录音室试唱 哦 对 我们就着那个demo 嗯 然后调成我的key 嗯 然后去试唱 然后唱唱看 然后我们就听听看 这个 我的声音放在这里面 嗯 它会变成什么样的感觉 嗯 那有一些歌当然就是 其实是对我来说比较 没那么容易唱 比如说爱音良那首 那不是我很 有点难 擅长 对那不是我擅长的 嗯 那样子 用那样的音域转来转去 让你去唱歌这样 所以但是我们进录音室去唱完之后 就觉得 你用你的口气也唱到了 对也唱出一个味道 嗯 所以就觉得OK 这样子 嗯 懂 那首歌超酷的 亮丽而为 亮丽而为 嗯 听一次 我真的会记不太起来 我听完一次 我只觉得 哦 我想再去重听一下 那个高高低低的地方 嗯 然后你可能要听了几次之后 就觉得哦 很不错耶 嗯 它适合在晚上 嗯 而且很适合自己一个人听 嗯 这样的一首歌 它很电影感 然后 那天我们在强立路嘛 嗯 我就记得那个 暗暗的光线 我就觉得这首歌真的很 很晚上 嗯 对 对 而且那天 外面是台风吗 还是 好像下雨 就是有风有雨 然后 我就记得我开车 然后开到那个 录音室 它在半山坡上 对 然后开到那边 然后外面有风有雨 然后我就 搭了电梯 进到录音室里面 然后那个 已经被调暗的灯光 然后就就着麦克风 唱这首歌 我那时候就觉得 哇 好享受哦 嗯 对 所以其实 你在录音的过程 其实也蛮顺利 很快 都没有很难 就是 不不 再来一次 然后或者是录完之后 我觉得我要再录一次 有有有 我每一首都 我每一首都跟陈俊豪说 我可以再唱吗 我还想再唱 然后每次陈俊豪就是 听一听 他就说 不会啊 很好听啊 就他回答永远都是 很好听 就真的很好听啊 但是你知道 我们会自我要求吗 我们永远 永远会觉得说 哪里可以再更好一点 对不对 那你后来有回去再重录吗 有一些有 有一些有 那有一些会去补啊 或者是去调整 就是我实在听不过去 我觉得不行 对对对 自己过不去的地方 过不去 我觉得一定要 让我再试试看 这样 OK 所以你们现在听到 全部都是他自己确认 一百万次 我觉得你之前的专辑 也会参与这么多吗 因为这次其实从收割啊 到有歌词讨论或什么 其实我觉得 他参与的成分都蛮大的 这次参与的好像比较多 我觉得我这次比较鸡婆一点 其实我觉得还好 就以前比较是在 还是比较是在管自己 唱的这个部分 可是这一次 我觉得也这么多年没发片了 那我真的就是希望 这样专辑可以是 起码就很诚恳 然后要很扎实 在音乐的部分 然后我们要说的东西 在我这个年纪 然后我现在的 这样子的生活层面里面 要去说的 而且还要有一个 可以达到大家的共鸣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我觉得有耶 你刚刚说的那个 很扎实的东西 我想大家应该 就是都已经有感觉得到 因为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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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都很喜欢在录音 就是最喜欢在录音室的过程 就是这个阶段 我是啊 我是啊 我最喜欢录音了 你会喜欢 你不能这样讲 不要录音到后面 企划宣传 拍照啊 MV啊 宣传 我就是 比较怕一点点 宣传的时候 但其他都还OK 因为你很喜欢录音 录音最好玩 录音最好玩啊 那再录下一张咯 17 明年 被套话 妈妈被套话 享受 你要先等他好好享受生活 他刚刚说他很想要 就是要好好享受生活 而且我相信这张 不会那么快就听你吧 不会啊 我觉得这张很耐听 我自己也是常常在听 对啊 所以可以再听个五年十年 哈 没有 明年啊 我觉得明年 明年啦 对不对 那你要交歌了吗 这么快哦 我在口袋名单里面了 没有你 对我来说 有一些人我会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有这种尴尬的感觉 就是之前会觉得 好像 比如说我很喜欢你的歌 然后我会觉得说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愿意 给我一首好的歌 你知道我在说 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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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万一 交来 那万一我们又 觉得不适合 然后你又不敢退 对我就会有这种 尴尬的小剧场就开始上演了 很好耶 就是会帮别人着想啊 你就退也不会怎么样啊 对就是我的工作 那你现在写 对就是我的工作 没关系 他叫我现在写 所以17张 17张很快就要发行了 下礼拜寄给我 没有而且我会想说 我自己不是创作歌手 所以我就像你们 有很多自己创作的作品 然后你们可能就是花了很多时间 累积了很多很多的感觉 然后好不容易写了一首好歌 一定是自己先唱 对所以我就会想说 那我们不要剥夺这个 哦你看你真的很会帮别人着想耶 其实我很不会帮别人量身定做 就是或是帮别人写歌的那种 我比较不会 你有跟我讲过 我其实有帮秀秀写歌过啊 他那个时候 嗯 还不是现在这个老公的时候啦 要爆料是不是 你说他不是这个老公 还是你不是这个老公 哈哈哈哈哈哈 哇塞 明天要上头条了嘛 你看 我就说我们一定会聊不完 好吧我们进一下广告 哦实在是太棒了 有两位今天跟我一起下班 开心 好刚刚讲到 我差点就要爆料 好没有啦 就是那时候秀秀 他还是单身的时候 然后呢 然后他就说要我帮他写歌 然后我就说那你先 那你给我一点那个灵感 然后他就跟我讲了 然后所以我就把他跟我讲的感觉 然后帮他写了一首歌 那首歌叫柔软的冷漠 这样子 他就是一首比较比较怪的歌 嗯 对他就比较不是流行歌 然后但是我现在 因为变成妈妈时间真的超级少 现在要我写歌 就是真的是要花 就是要一点 又在要在那个时间的夹缝里面找 对对对对 还可以写 因为自己的时间真的变得好好少 然后好小 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 你有自己写词啊 对啊 也是被逼的啊 然后我就是觉得好痛苦 因为真的 我没有办法有一段很长时间静下来 坐在那边写东西 所以我才会说 我懂那个就是从那个时间里面 找那个夹缝 然后你又要很精准 对对 然后你又要通 又要过自己这一关这样 所以你是你逼他的是不是 因为我本来叫他写他不写 我觉得他应该要对自己有信心一点 因为他自己有时候 自己笔记的一些话或什么都还蛮好的 所以你常常会有你有小日记哦 relaxing 会会有几句有的没的 对我就觉得说 就算是片段我觉得 我可以帮他修事 或者可以帮他看 所以他都不用担心自己的东西 我觉得只要思想够明确 就是好东西啊 所以这次惠伦在 awesome uk 写的那首词叫做 《与生举来的黑》 其实我很喜欢你的創作那个 eu 我離開啊 嗯 我知道 我好喜歡喔 那雨昇劇來的黑題目也定的很好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沒關係啊 反正 你就讓我自己一個黑到底啊 明明黑臉都是我 是有空閃要躲在角落 對啊 所以 對 如果有機會 如果有機會可以再聽到你更多的創作 或是我們可以分工合作 比如說你寫一半 然後你給我 然後我來接龍 可是我們兩個寫會不會就變成什麼媽媽之歌 或小孩之歌 不會 不會 應該不會 歌詞給我就會變橫色啊 歌詞給我就好啦 就會變橫色 就不會是媽媽之歌 橫色對不對 適度的適想有夠色 適想之後的續集 對 就完事 好像可以耶 完事 煩耶 這要剪掉嗎 我們今天節目 你要今天尺度很開喔 這是深夜節目沒關係 好啊 我覺得好耶 如果 什麼東西好玩 就是一起寫啊 沒有完事這個啦 完事不公喔 完事不公 要把他轉回來 我是說如果我們可以就是你寫一半然後我寫一半 我們要定主題嗎 好 我覺得不用 不用 先簽合約好了 先打勾勾 打勾勾 打勾勾 這樣很像小朋友 打勾勾 好 一定可以 OK 就是這種比較好玩 好啊 好啊 就算沒有下張專輯 我們就把它當單曲放了 好耶 好不好 好啊 好 我覺得反正怎麼樣就是有一個東西就是好 好玩作最重要 對啊 就是輕鬆的 沒有壓力的 好 好 因為才剛發行 所以 呼 還早還早 好 然後呢 今天我們 我覺得聊了一下下而已 然後 對 好像沒有講到什麼 但是就是可以這樣開開心心的聊天 覺得很開心 很高興 因為做專輯好像 就是這樣輕輕鬆鬆的 然後才會 就是會有 然後 因為你保持一個輕輕鬆鬆 表示你的心很開放 所以說有好的人 然後好的音樂 然後就會進來這裡 然後你的新專輯就像一個盒子一樣 就把所有東西 好 收起來 收起來 就像收納盒一樣 對 然後呢 今天很開心可以跟你們兩個聊天 謝謝葛大 然後 謝謝 謝謝娃老大 謝謝娃老大 好OK 我今天從今天 今天開始之後 我有一個新的名字了 好喔 那希望很快可以再跟兩位一起聊天 好的 好 謝謝 謝謝 晚安了 等一下夜貓DJ Dennis 會繼續陪伴你們 我們明天 欸 不是我們是下個禮拜一見 Oh yeah 我放假了 然後下禮拜一就會有七萬三十七度的 想想你的MV喔 拜拜 拜拜 至於是 那麼煩惠 疼待 不免殘憋 對於誰 交代 把時間挪開 一切都不存在 不要的慷慨 渴望被明白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我不记忆这样求答案 人生来孤单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不拒绝那些遗憾 原来黑色是我余生 去运来 去运来 嗯 Zither Harp